Hello,大家好,我是澳洲大卫 那今天呢,我就请假在家两天时间 星期四,星期五再加上周末的两天啊 四天时间 看看我能不能通过各种各样的零件啊 去拼装成一个真正的无人机 大家看啊,这个我的所有的无人机的配件啊 今天已经全部到了 那么所有的零件都是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从中国空运过来的 那我是通过一个海外的一个网站 也是这位YouTube的大神啊 他推荐的一些零铺件 那么今天啊 我就把它一个一个展示出来 看看我到底买了些什么 那这个是一个工作板 因为我们要做电吸焊 我们需要把一个零件焊接在电路板上 所以我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垫子 那这个是一个FPV Transmitter 应该是一个视频的转换器 那它是这样的一个这么小的一个零件 还有这个天线 还有电线之类的 这个是Charger Battery Charger 就是充电器 这些是一些配件 比如说绑线的时候啊 这也是一些零固件 这个 哦,这是一个Camera 如果在飞行过程中啊 你需要收集它的视频数据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小 而且很轻的Camera 好,这个先把大的拿出来 这个是Goggles 这个是一个无线的一个眼镜 那么戴着这个眼镜啊 通过刚才的这个Camera 就可以看着它里面的图像 这个是无人机的马达 这个马达是这个视频大神上面说的一个升级版 那它的马力是非常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啊 Made in China 这个做工真的是不错的 那我一共买了五个马达 因为其实我们只需要用四个 但是我害怕坏掉一个 所以我多买了一种 这是飞机的那个螺旋桨 这应该分左右的 因为它的根据它转的方向不同 可能是有变化吧 因为这个带上写的是R 是右边 那这个上面却没有写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希望我没有买错 买错的话可麻烦了 因为我这一包东西啊 大概花了五个星期的时间 从大陆运送过来 所以如果我的零件买错了 除非在这儿买 那这儿的价格会稍微贵一些 而且比较难配 那中国呢 基本上在网站上 能定到各种各样的 呃 型号还有规格的 所以希望我今天不要买错了 这个啊 这个这个是这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组件 就是Flight Controller 它其实就这么很小的一片 它可以控制这个叶片的大 呃 转束啊 还有它的控制器啊 其实这个是它的脑子 这是它的最主要的控制器 这个也是这个视频当中啊 说到的需要升级的一个组件 它上面有个保护套 等我们需要做的时候 我再把它拿掉 好吗 啊哈 这个是它的电池 这个电池是1500毫安的 是14.8V的 然后买了一些多余的配件吧 这个 这个是这个无人机的一个框架 那这次我做的这个无人机呢 就是最常见的一种吧 是4个螺旋桨的那种 它是碳纤维机架 那所以还是蛮轻的 它是这样的 把这个呢安装到上面 这个盖板是夹上保护它的上面 这是另外买了一个天线 当然所有的传感器里面都有天线 那么换了这个天线 还有一个它比较好固定 那种天线它老会摇摆 这种天线是硬的 它比较好固定 最后一个箱子里面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转空器 这么大 后面是装四级电池 然后这是它的receiver 就是装在无人机上的receiver 好 就这么多 等会我会把这些东西都放在桌上 然后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给大家再解释一下每个零件 这样我正在热我的电落铁 那它是这样的 这个是无人机的骨架 然后通过这个小马达 在四个角上装小马达 然后它的fly controller 它的中心的那个控制器 就是这个了 那么控制器会安在这个地方 控制器的控制器 这是它的receiver 然后呢 还有它的螺旋桨 然后它的电池 这个是它的电池 以及它的充电器 这个是它的马达 一共是四个 然后这个是一个摄像头 摄像头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视频的采集器 那你需要用到的工具呢 一个是这个电落铁 已经有点热了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胶棒 那这个胶棒是用来固定的 我暂时不用 我先把东西先拼起来 然后如果我在起飞之前啊 可能需要用这个胶棒把一些零件给固定住 好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无人机的一个视频 我也是一个初学者 我通过这个这位YouTube上的大神啊 跟他一起同步学习 如何自己通过通过这些零件 建造一个自己的无人机 请大家关注我 我会分享更多的视频 好 谢谢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来收看无人机的系列视频 谢谢